大家我是House 我给你们来一段 没有节目名称 没有卡丝名称 就是没有心里灵 纯粹的脱口秀 好不好 我再听着 我都听烦了 我在那直搓衣服 我跟你说 我本来我都不想讲脱口秀 我现在就给你拍了 我以前有正经工作 干嘛要讲脱口秀 我以前是一个银行贵员 你们知道吗 我的工作非常的稳定 真的非常的稳定 当然了 我可能当不了贵员 是因为我最后 实在是做得太不称职了 因为我非常爱偷懒 然后我注意力 特别容易不集中 然后隔三差五呢 就会把客户的身份证号 输到金额那一栏 对不过你们放心啊 系统过不去的 我在银行贵员 真的特别辛苦 你们知道吗 就是因为你面对的是客户 而客户一生气 他啥话都敢说 我见过最过分的一次 你们知道那客户 跟我说什么 他说你有什么资格上厕所 你今天就是尿在柜台里 也得给我把事给办 哇塞 是不是特别过分 但是我那天穿了纸尿裤 我就很害羞 哎呀 您这么知道 哎呀 好害羞啊 但是他虽然特别的方便 他特别的方便 但是如果你的工作 需要穿他 你一定要在穿之前呢 反复练习几次 不然的话 你一定会露馅 因为人在方便的时候 大脑是会放空的 你要是在银行工作 你的大脑是不允许出现放空的 对吧 久等了李先生 这是您的 银行流水 能帮我评价一下吗 谢谢 而且他的工作环境也非常的差 对吧 你们以为我们平时接待的客户 其实不是 对吧 我们接待的是很多现金 我们要点钱 你知道在那个密币空间里 点钱有多脏吗 你把那个点钞机打开 你都能看到里面 积了一层厚厚的人民币的粉末 对吧 我感觉每台点钞机 轻一轻再拼一拼 理论上都能再拼出一两千块钱 我们上一天班 点一天钱 鼻子里都能再吸进去一二十块钱 对吧 所以那会儿 每个老员工都得了慢性鼻炎 我当时上了两年班 感觉我也快得了 对吧 因为那会儿我妈一回家就问我 你怎么最近这么爱掏鼻子 你每天掏掏掏掏什么呢 我说我在掏金 真的太痛苦了 所以那会儿特别不爱用机器点钱 因为我经常做一个噩梦 梦见我去体检 然后那个大夫就跟我说 小伙子你这个肺有问题啊 我说有什么问题 他说你看这个片子 你这个肺里头有半张一百块钱 但是你不用那个机器点钱 你就会犯错误收到假币 在银行收到假币 犯错误是比得病更严重的事情 因为你要和你的领导 去看你当天全部的工作录像 对吧 更羞耻的是 你需要向领导解释 你每一个可疑的动作 不然领导就有理由怀疑 你在从银行偷钱 对吧 所以那天真的非常尴尬 领导就在后面拙劣地模仿我 他说你这是在干嘛呢 干嘛呢干嘛呢 我说领导 这只是腋下有些搔痒 领导说这是在干嘛呢 这是在干嘛呢 领导 这只是船袜滑到了脚底下 终于看到我犯错的那个视频了 我领导非常生气 我说这个钱你点了吗 你点了吗 我说我数了 这个地方要逐张轻点 哎呦 好想 咱们往点上上下下忙活大半年 就是为了这次平忧 你一个人犯一个错 我们什么努力都没了 我说对不起领导对不起 你别跟我说对不起 你跟大行长说对不起 你看他愿不愿意给你一个机会 他就说得非常狠 从那以后我就痛定思痛 用点钞机点两遍钱 再也没有犯过类似的错误 不过留下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后遗症 对 就是 我再也看不了那种无间道那种警匪片了 因为里边总会有两拨犯罪分子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对吧 一边的老大总会派出一个马仔 说去你把这个钱点一下 把那个马仔点儿郎当地过去 打开一箱子钱 老大我点了 钱没问题 我说你点了吗 你点了 这个地方要逐张轻点 哎呦 你们帮派上上下下忙活大半年 就是为了这笔交易 你犯一个错误可能什么都没了 你别跟我道歉 你跟称哥道歉 看他愿不愿意给你一个机会 好 谢谢大家 我是House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好给